大家好 我是阿貝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一起去 港版大俠谷之稱的 梁田駕俠谷 梁田駕俠谷就是屯門 現在我們來到西鐵的兆康站 準備轉輕鐵去梁景 來到兆康站我們找B1出口 一落電梯就會見到輕鐵的月台 而坐505或615P 都可以去到梁景站 而這天我就去5號月台 坐505號往三勝方向的車 向梁景站出發 我覺得自己今天好像大香里出城 因為對上一次搭輕鐵 我完全忘記是何時 搭完西鐵再轉輕鐵是不用錢的 下車我們就過去對面的梁景市集 未吃東西就可以在這裡吃東西 現在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過去梁田駕俠谷的燈山入口 就需要繞過整個梁景村 過去這裡 所以現在我就向梁景市集的左邊一直走 其實很多路線都能過 總之用你們的方法繞過整個屋邨去後面 到了到了到了 這個就是燈山的入口處 現在時間是2時40分 我們現在正式上山了 現在是11度 現在的天理報告 寫4時就會天晴 儘管看看它會不會騙我 好緊張 上去梁田駕俠谷的難度是非常之低 因為大部分的路都是石屎路 但辛苦程度就一點都不低了 因為是有很多很多斜路 而且是很斜的那隻斜路 嘩 又來了 先休息一會 先休息一會 今天是我拍這麼多條下山交流片以來 第一次選擇星期六日來行山 為什麼呢 因為上網看 這個範圍是屬於青山靶場的範圍 星期一至五都有機會 在峽谷的範圍內進行射擊練習 所以安全起見 我還是選擇星期六日過來 還有給大家感受一下 假期行山的真實狀況 是多人的 行了大約三十分鐘 就會見到大型休息位 讓我先坐下喝口水 看著這個風景也頗寫意的 休息完之後 走前一點就會見到這個重要的分岔位置 這裡其實有三條路 一條就是我前面那條上去青山的 後面這兩條就是上去峽谷的 我們就會選擇這邊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比較容易 很明顯那邊就難一點 所以那邊 這段路開始也是無盡的石屎斜路時間 比剛才是更加之斜 我告訴你 為了拍這段 一氣呵成的路線片 我是用意志力 來走整段長斜路的 加油啊 衝啊 不行了不行了 很累很累 太陽了 可不可以不要走啊 看到這個藍色的危險指示牌 就代表已經到達峽谷的入口處了 危險? 這樣不可以進去? 好 現在是下午四點 我們終於來到大峽谷了 終於見到你了 港版大峽谷 一開始這個位置 就是其中一個最美的影相位 所以一來到 就決定趕快拍一張照 坐在峽谷邊 可以拍到很多漂亮的照片 但提提你 你的屁股一定會變得很骯髒 所以小心點 現在就等我小心翼翼走過去前面 這裡雖然被稱為港版大峽谷 但其實比起美國大峽谷真的差很遠 因為美國大峽谷是深達1,500米 而這個港版只有20米 但由於我未見過美國大峽谷的真身 所以見到這個迷你峽谷 我都覺得很壯觀 站在峽谷邊這樣看上去 都有少少少少腳軟的感覺 大家記得量力而為 不要走得太貼近峽谷 很多人都會叫這裡做波羅山 但其實不是 這裡是沒有正式的名字 即是屬於青山均路的一個峽谷 而波羅山是指屯門山景村 和梁景村之間的一座小山 並不是這裡 叫這裡做糧田坳峽谷 就會比較適合 令人誤會的主因相信有兩個 第一是因為上糧田坳路 曾經經過一個糧亭叫波羅山糧亭 第二是因為有Google Map的認證 因為大家看到Google Map 都標示這裡叫波羅山大峽谷 不過這個認證 我相信都是因為大家打卡打得多而形成的 這裡呈U型侵蝕的大峽谷 在地理學上叫做沖溝 是因為長期風化和浴水侵蝕所形成 在香港是非常罕見 因為峽谷岩石以花光岩為主 花光岩含鐵的成份 被氧化和風化之後 就會變成紅色、橙色等等的大自然色彩 是不是很漂亮呢? 因此看到是有一個大礦的 是有一個大礦的 在這裡面試試試試看 對於這次的城市 是因為有一個大礦的 有一個大礦的 在這裡面試試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人离开梁田窑都会去那边走 因为那边就是去夏白泥的方向 那些人就会顺便去夏白泥看日落 但是今天我们就不去那边了 我们会沿路折返 因为一来今天是应该看不到日落 二来冬天的日落就没有夏天那么漂亮 所以就不过去那边了 我们就在这里逗留多一会儿 就沿路折返啦 好了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分享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